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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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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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洗个澡 好好休息吧 莉莉丝带着赤先生回房 啊 属下明白 旁边还有一个女婆 来 请跟我走 呃 待在原地的小圣者表示 原来只是一个失恋的老男人而已 还害死了我们的线人 不 竟然是武阳先生拼死保护的人 想必是个厉害的家伙 嗯 不会错的 武阳一直暗中为我们物色优秀的训练师 是这个人绝对可以重用 嘿 尤莉啊 你刚刚有没有看到 她那双色秘密的眼睛一直偷看 趴在那里睡觉的玛丽呢 这个 大家都看到了 我们的玛丽讲 哎呦 跟你有什么关系嘛 没有没有 我的意思是 她如果敢偷看你的话 我一定和她拼命 呵呵 你明明刚才被人家修理过 不对 我说了今天不想理你 你走开 别跟我说话 他们两人在这里打情骂俏 结果玛丽起床了 哎呀 你们吵什么 都把我吵醒了 都要怪尤莉非要和那个老男人打 要不然我才不会丢脸呢 哈 你还有理由 够了 别再吵了 我带你们来神奥不是来吵架的 顺便一提 前几天啊 彩豆去了护章室 到今天还没有回来吗 是啊 彩豆小姐说自己是珈乐的空手道天才 她想和另外一个天才少女阿里 比比看谁更厉害 哎 真的 她没办法 你们先回去吧 要是她回来了 立刻告诉我 OK 散会 呵呵 这个彩豆跟阿里两个人 都是格斗系的嘛 打起来应该是蛮精彩的 不过目前这样看来啊 我们这个版本的妹子还是挺多的 这要不是一个Pokemon的游戏 这感觉好像在开后宫一样 那么接下来要去哪里出发剧情呢 出门 YES 我们到下方那边去看看 哦 这里可以稍微回个鞋 至于左边这位是刚刚的玛丽 你又在睡觉了是不是 好好好 不吵你的啊 毕竟像这种趁人之围的事情 我是绝对不会去做的 呵呵 然后我记得下方会接到一片 接到一片海滩对不对 要习惯 没错 我们再跟路里娜对话一次 怎么样睡得还习惯吗 沉蒙照顾我 啊 今天天气真好 最适合游泳了 什么 难道你想下海 不过在那之前先询问一下 路里娜小姐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 你们迦勒人来神奥 真的只是为了开酒店吗 其实我以前也从属过某个组织 有偷偷潜入过别的国家 可以把一些棘手的事情交给我去办 吼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不 过去的身份我不想再提了 现在我只是一个名字 没有任何修饰的普通人而已 是 先生 现在没什么事情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尽情享受 眼前的这片沙滩 随后就先行不得离开 这个女人难道不信任我吗 但是没有关系 也许可以和那个叫玛丽的女孩套套近乎 原来如此 这个成熟黑肉的玉姐不行啊 我们就挑罗莉下手嘛 对不对 来来来 妹子 先来吧 都怪你一直站在我旁边把我吵醒 昨天也是因为你害我非常生气 然后一言不合 哇靠 干嘛搞我啊 哇哩哩 我完全没有准备 对面第一只毒哭啊 算了 勇鸟 喷死你 喷喷喷喷 哎呦 我勇鸟居竟然把他秒掉了 随后是莫鲁贝壳 继续勇鸟 完了完了 疯狂福特啊 被刻爆 哇精神之牙都有 差点被他给阴了 再来是头金混混 晋升战 一拳奏飞 青草滑梯 然后酷爆 这个应该也搞得定 哦 还好还好 集聚化的战贤荣源 我的意念头锤 锤爆你 可恶就差一点点 再给你一下 啊不对 那我们成功将棋扑倒了之后 可恶啊大叔 你刚刚要是让着我啊 说不定现在我就原谅你呢 点点点点点 小孩子真难对付 好了一直睡觉可不好 我带你到沙滩上去玩玩吧 不要沙子会弄脏我的衣服 原来如此啊 嘿嘿 我可以背着你哦 或者是抱着也可以啊 算了算了还是背着吧 走走走走走 莫名其妙哦 啊不是说要背着吗 看来他这个画面啊 没有办法做出来哦 毕竟如果重叠上去的话 感觉像是在 玛丽表示你这个骗子 你看我这个限量版的鞋子啊 现在里面都是沙子呢 不用担心 我来帮你清理干净 就在这里坐下吧 把鞋子脱了给我哦 我不要 我不要让我的裙子也沾上 没关系 那就坐我的腿上 这样就可以了吧 什么呢 像这样子吗 只是我们心中OS 我的膝盖感受到了 玛丽腿部的肉感 又软又轻 给你 一粒沙子都不能留下哦 我们接过了 玛丽递来的鞋子之后 只见她两只雪白的小脚 随意的拨弄着 食而逼近的潮水 啊 尽管坐我腿上的玛丽 散发出十足少女特有的诱惑气息 但是我却没有对她 产生任何一心间该有的冲动 舒适的海风 让我的心情异常平静 只是何时才能够过上真正平静的生活 这什么干什么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给我一种老牛吃嫩草的感觉呢 好啦 鞋子已经把你清干净了 哼 你想的没 哇 好厉害 真的没有了耶 而此时旁边听到了一阵呼救声 救命啊 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真的有人在呼救耶 从那边传过来的 我们走 赶紧冲上前去 啊 水啊 水 就是这个人 玛丽快点给他水 我知道一些急救的方法 然后经过一阵努力之后 啊 感谢你们救了我啊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会倒在这 既然你们救了我 我也就不相瞒了 我是苏联的一名科学家 前不久 我国的秘密探测器啊 从冥王星带回来的一颗奇怪的石头 正当我们打算分析的时候 突然我的眼前闪过了无数的红色光带 等我反应过来之时 就发现自己已经躺在这片沙滩上了 之后因为极度口渴的晕倒 幸好遇到的你们 点点点点点点 这是在说什么 你们干嘛不说话啊 玛丽这个人好像神经有点问题耶 哦 你们不相信我说的也没有关系啊 不过请告诉我这也是什么地方 这也是律师湖酒店的沙滩 神奥有这个国家吗 哎 玛丽看看我刚刚说什么 果然是个不正常的人 谁知道呢 苏联又是什么啊 冥王星又是什么 你是穿越了跑到二次元了是不是 不可能啊绝对不会的 你们不要开玩笑了 再耍我这个可怜的人 我一定要找到其他人 证明你们才是疯子啊 直接大吼大叫的跑开 那个人不会有事吧 不用管他我们回去吧 随后吃日与玛丽就一同返回 而最后呢 玛丽为了表示感谢 就送你这个礼物 拿到的一个极具碗袋 这么一来我也可以极具化了是吗 来赶紧来尝试一下 刚刚拿到的那个道具 我的钢铠鸭 千面B1还有战弦荣源都可以使用 首先是你了 钢铠鸭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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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他是直接用 呃用进化的方式 把它呈现出来哦 不过这样也好啦 蛮帅的 然后这版道具不简 所以说可以无限的使用 千面B1 球带MAX 战弦荣源 你也球带MAX 哦好帅哦 干脆去练六支 而练六支几句话好了 好没关系这我之后再看看 那么最后我们再一次出门 然后马上就遇到了路尼娜 请问有什么事情 听说你昨天带MAX去沙滩上面玩 那她一直回来之后啊 一直说你是个很可靠的人呢 路尼娜小姐 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哈哈被你看穿了 事情是这样的哦 我有一个同伴叫彩豆 前几天去了一趟护装室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消息 我在这里还有事情走不开 所以想请你过去打探一下她的踪机 没问题我这就出发 太好了你帮了我大忙 随后视角往上切 小圣哲说听见了吗有力 要不要顺便叫上玛丽呢 算了吧那喊对不在这里 她一点斗志都没有 好那我们一定要赶在赤日之前找到彩豆小姐 不要说废话了用行动证明一切 走走走走走 好呦结果交代完任务之后啊 我们的视角完全切换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这一位是山中 最近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尼西齐 听说他们笼络了迦勒尔地区的人啊 物章士也有收到报告 有看到迦勒人出现在那里 凯特 他们一定在计划什么 我们必须要过去阻止啊 哼就凭他吗不能轻敌啊 他的家族声望很高 目前仍然有很多的支持者 那些人啊我会一个一个除掉 尼西齐你带着一些人去护章师那边看看 是有什么情况 刚刚那些本来都是原本的开拓之脑吗 那照这样看来啊 他估计是 估计是把他们塑造成了一个类似于反派的形象 天哪在这些系列里面啊 这联盟啊 那些在上位者啊 怎么好像没有一个是好人似的 把好人变成坏人 坏人变成好人 算说个人觉得这样的平行时空蛮有意思的 不过 这玩再久还是有点不太习惯哦 好啦 总而言之我想我们今天这期呢 就先到这边 有关于后续的部分呢 我们之后再来看看 好的 感谢你们感谢各位视频拜拜